大家好,我是霸道股评 对于今天来说,我中招了 但是呢,咱们的A股市场机会就要来了 但是在这个时刻,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 随着全国不断的好消息出现 代表着说开放也有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呢,现在大家还不要造谣传谣 因为目前A股市场也好,还是中国市场也好 希望的是没有谣言 慢慢形成一个理性的合理的开放 那么有人问了,如果说这条消息 慢慢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利好 是不是代表A股市场下周就会存在很大的高开呢 这里呢,在昨天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其实对于A股市场的周初高开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这一点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如果高开的话,咱们A股市场容易出现 再次遇到3200点附近的一个压力 所以在这个时刻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第一呢,中场现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因为咱们要开始进入经济的一个修复了 所以呢,要安心持股 你们不用担心 即便这次有小回踩也不会太大 第二是什么呢? 是超短派 我个人感觉现在还要五成仓位,攻防兼备 可进可退的模式 因为毕竟来说,第一,每股在高位 第二是A股市场这个位置呀,也在一个整数关卡 需要一点时间 上方的套牢呢,不单纯是散户的套牢 还有主力的控盘 所以呢,总体来说,现在A股市场啊 属于基于风险并存的短期时刻 所以对于周一来说啊,大家要注意啊 首先,我认为啊,如果说高开出现冲高的话 超短派还要小心一点 仓位比较大的啊,要回到五成 攻防兼备 切记咱们下周的关键词是攻防兼备 攻防兼备,攻防兼备 因为目前你不能因为一些消息面而导致最终结局 把这个超短线的松懈感放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超短线,实话实说啊 我理解你们 你们的性格属于那种 呃,就是一个分时就能打断情绪的性格 所以说,你们不像中常派一样这么理性 而且呢,不要感觉我中招了 就不能给大家分析了 呃,有时间我就一定会更新的 只要我不是特别难受 我也会更新的 而且,要相信国家 相信咱们所有的医护人员 一定会给咱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慢慢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 最后呢,总结一下啊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是A股市场在下周中场线 依然可以潜伏持股 不用担心什么波动 但是超短派呢,还是 在刚开始的时候五成仓位攻防兼备 拉升起来的话,懂得高抛 回踩之时达到了3130点 或者3150点之下呢 在逐击低息 这是我的思想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一部分你们需要慢慢去权衡 而且呢,要和大家说一件事情啊 咱们那个课程啊 有可能在今天就更新不了了 等到我稍微好一点 因为现在我设备也不太多 可能说来得匆忙 没有带特别多的设备 等到我稍微好一点 或者说有机会 从家里可以带来一些设备的时候 我给大家做课啊 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说周日的课程不能更新了 但是呢,放心 那是一个连载体制 所以说该给大家更新的 一定会给大家更新的啊 明天中午12点呢 A股五平呢 我尽量还是给大家分析一下 对于我目前的现状啊,很好 包括你们的弟妹呢 也不错,都挺好的 只不过本周本月吧 对于我来说 确实是一个打击 第一是预产期在本月 第二是呢 正好碰到这种事情 孩子还没有出生 所以说呢 每一个人都需要精力嘛 是不是 希望大家谅解本月的霸道股评啊 但是呢,该更新我还会更新的啊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中午12点 A股五平再见